你现在最大的冲突在哪 他还是觉得我就是上成都 我找到一个新的工作 然后有一个新的调度 他就觉得我 是这样的 我在成都 我找到我的工作 然后他的工作就是那种行政的工作 然后他们公司的岗位 然后又有个调动 调动以后 他们工作就比较闲了 闲了以后 我就认为 其实那段时间 我们的工作都已经 生活都相对要正常一点了 他就不会每天都出去 对吧 每天就回家 然后做做饭 搞搞卫生这些 我都觉得这样我很幸福 真的我就很幸福了 但是后来 他可能跟公司的客户 有的客户就比较喜欢打牌 打麻将是吧 对 登地主之类的这些东西 他又上瘾了 天天又出去 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他现在天天出去打麻将 对 这不打麻将 斗地主 四川人都喜欢吗 这不很正常吗 喜欢是一方面 他喜欢到什么程度 他下班 然后饭也不吃 直接和朋友约上 就去打牌 打牌中途的时候 他有一次 他就说 老公 我们也有吃饭 我饿了 你给我带点吃的来吧 我还亲自去把饭给做好 然后我还跟他送过去 送过去 他吃饭的时候 他还叫我坐下来 你帮我打一会儿 这不影响 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 三缺一 你影响别人的节奏嘛 肯定要坐下去打呀 你打牌 首先一个 你不吃饭 对身体影响很大 然后你 有什么影响啊 你看我长成这样 没有影响啊 你回家比较晚 你休息不好 然后第二天的工作 也会有相对的影响 对吧 特别是还有一次 咋了 说得难受的 说吗 说吗 我的父母 在老家带我的孩子 他们有时候偶尔来乘多 带着我们的孩子 来看一下我们 其实也是我们的要求 我们也想孩子了 那次就是他父母 给我打电话 我就跟他说 我说今天我的父母 还有孩子要过来 你早一点下班回来 他说 可以 他说他也答应了我 后来到了吃饭的时间 他还没有回来 我就跟他打电话 打电话他也不接 后来我就打电话 给他同事 他同事说 他下午老早就走了 当时我就浪闷了 我说他去哪里了 难道是去打牌去了 我就猜想 是不是打牌去了 然后我就跑到 他们经常去 打牌那个地方去找他 结果他就在那里坐着了 我都说了 当时我是陪客户嘛 然后吃完饭 客户直接说 你会不会打牌啊 你四川人 我说我会啊 他说那就打一会儿吧 我说我待会儿 小孩要来 我要回家 然后他说 我今天好不容易 抽个时间出来 你就打一会儿嘛 我说那行吧 那就最多打一个多小时 我刚坐下打几盘 他就来了 听明白了 他如果长此正要下去 真的是我真的是非常的累 评价你们这几年的生活 你们能给一个词吗 或者给打个分吧 有十分是满分 你打几分 我觉得如果他让我出去玩的话 我就打八九分吧 你呢 刚好及格吧 还及格啊 哎呀 他的宽容度够大 我就希望他能够回到 我们以前从现在的日子 过平平反反的日子 我不希望我们要过得多好多好 只要我们能够平反 才是这样 明白吗 说白了就是 你希望他像很多女性那样 下了班就回家 在外面应酬 也能够早点回来 是不是 而不是让他一点都不应酬 是这意思吧 是这意思 你要多关心他 这闹关怀来了 应该怎么办呢 这对夫妻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